听说博士回归还略有期待 但看完就一个想法 罚了 毁灭吧 我是挂皮 闪电侠第八季 前情提要之 没有必要 又是白瑞和切斯特的打批开场 闪电侠前去解决一场实验室火灾 人干到时火势已经扑灭 幸存着还感叹 闪电侠又来一次 白瑞脑子里就一个想法 又有新急速者诞生了 难不成又是比世界上最快的男人还快 白瑞上集还担心了艾瑞斯 这一集就把心思放凯瑟琳身上了 他那一波暴力拆架 着实给老伙计伤透了心 连乔都觉着白瑞的操作过于鲁莽 你不让人家复活 还不能让人家心里有点希望 今天小女儿选幼儿园的日子 乔夫妇得歌一集 书包上的蝙蝠女侠 这句可不请小孩子追 白瑞回到现场调查一波 发现起火点的根源是丙同 但对方比白瑞来得还快 这在第八季里他就不合理 除非这火是那个人放的 现场点火现场灭火 那就合理了 白瑞在现场找到一个空保险箱 直接触发了切斯特的人物被动 Z这玩意儿 俺知道 是那个阿德放电 白瑞恍然大悟 爱卧实验室 一直在制造一款牛逼牌电池 多牛逼也不知道 但肯定不会自然 为偷电池制造火灾 这么一来动机就成立了 既然知道对方不怀好意 那白瑞就得去找 另一个不怀好意的人talk 分分钟抵达了 饱受折磨的另一岛 死亡就被关在丧中的二手房里 自打被夺去了逆神速力 斯旺就一蹶不振了 没有速度支撑的躯体 就是一盘散沙 世间三大仇 心天一笔 杀素之仇 可见白瑞对斯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不过他还是差点娶莱瑞斯 给白瑞分担压力 斯旺一个反派 能有什么坏心眼子呢 白瑞跟他聊不动 就准备离开了 反正确保不是逆闪越狱就OK 正所谓苍蝇不钉无缝的带 你闪电侠拔身射水 跑来那遇到 总不能是来解骂的 斯旺咬定了白瑞 见自己带着其他的目的 一听说忠诚来了个新急速者 斯旺的脸顿时一搭了 那感觉就像是被禁足在家的你 突然看到昔日的小伙伴 在和新的邻居玩耍呀 关键是你好赖还能看着他们玩 斯旺他喵的只能听听啊 斯旺自然跟这事没关系了 但他也不帮分析 就是玩 就是让你难受啊 白瑞暴凶想明白一件事 斯旺是个柠檬精 酸别的急速者 在外边的边疆自由飞翔啊 斯旺也是同样的姿势 耐心听着白瑞 56个彩蛋深度解析自己的内心 教科书级别的表演了 从淡定到破坊再到淡定 说什么都行 但就是不能说他过气了 他逆闪可是拿出了一声的时间 然后去摧毁闪电侠的一声啊 这会儿的斯旺比民喻人还破坊的 他不允许任何急速者代替自己 接近白瑞 看白瑞的脸还是问号 斯旺那股子傲娇劲 一下就出来了 一个人明明成了急速者 却还东躲西藏 这摆明了对方是个新手 就像当年的白瑞 因为掌控不了速度 不得不藏起来 白瑞白嫖完经验 转头就走 斯旺却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容 就差唱歌哈利路亚了 后边白瑞就在手中带兔 那个急速者来还电池 刚好被白瑞抓到 事情已经推理的差不多了 急速者行 牛逼电池做些事情 却因为速度产生疏忽 意外引发火灾 白瑞的急速预判 直接给人家整懵了 再来一个药子翻身 表情迷之自信 再来一个潘周丹 露出迷之微笑啊 有请巴周丹 巴周丹 29岁 这急速者除了实话实说 也没别的招了 他找到了一个方法 可以激发出自身的速度 只可惜维持不了多久 无奈才去投牛逼电池 女人摘向面具 正是新急速者米娜 再来一个迷之特写 加迷之音乐 前面就说了呀 和白瑞交手的急速者 就俩结局 米娜选择了前者 让白瑞训练自己掌握能力 另一条看似之线 却比主线还占时长的 阴阳同事无语事件 我选择速通啊 事情还要从阿莱格纳的 一个老姐们说起 有这么一帮子 光系转化人 曾为黑洞组织效力 这老姐们和阿莱格纳的姐妹 伊斯兰萨都属于他们的成员 只是阿莱格纳洗白的澡 又有闪电侠庇护 才平安无事 最近帮派要让老姐们 回去复工 不上班就弄死的那种啊 迫不得已 和阿莱格纳道别 阿莱格纳当场就决定帮他 用记者的身份曝光这个组织 这些大声密谋被线人听见了 人家肯定得先下手为强 阿莱格纳把这事告诉了同事 但是隐瞒了自己的秘密 营养侠当场就发病了 意思是 这么多可以报道的东西 你为什么非得管帮派的事 总之阿莱格纳说什么 他处旁边冷笑啊 无奈 阿莱格纳叫来了工具人切斯特 这边正要说服老姐们 实名举报伴他们 人家的刺杀就先一步道了 然后出现了第一个法案 这个会瞬移的转化人 之前被白瑞阻断了阳光当场报废 来到这 黑灯瞎火了就能瞬移 切斯特A1D闪来一个 然后一个闪光给光系转化人闪蒙了 与此同时我也蒙了 女人被切斯特的防护罩困在了里面 不瞧这一幕被同事看见了 阴阳女直接发病 吵吵嚷嚷要个解释 总之 她把这一作用就叫做尬叫 里头的那个更是重量级 明明是自己被关了 那表情好像是她给别人关了似的 他们现在不能叫闪电侠 因为没信号 又不愿意逃出去 因为防护罩启动了 老姐们想自首 这样能减少伤亡 切斯特也劝老姐们别冲动 这护盾得要密码解开 但我不告诉你密码 咱就在这耗着 总能耗出个办法了 老喷子阴阳女马上开机 说自己偷看到了 切斯特的护盾密码 这眼神幸亏当了记者 要不然就上网吧倒号去 阴阳女就是要把老姐们卖了 阿莱格纳劝她善良 可阴阳女又发病了 怀疑阿莱格纳也是他们帮派的 害我们陷入水深火灾之中 职场上的塑料有益 一碰就碎眼 切斯特一直口水沾 你别怕你能行 你是最棒的呀 老姐们早就施热痣 非得要牺牲小我保全大家 阿莱格纳进了门也不行了 同事都不信她呀 亏了艾瑞斯让她当主编怎么怎么的 切斯特只能当个垃圾桶 还是不能分类的那种 同时还要当吉利侠 给两女猛贯正能量 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坦白 阿莱格纳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众人马上联想到 闪天侠身边的那个辅助 原来手电竟在我身边啊 屋里白光一闪 另一个同伙闪亮能场 这防护盾防了个寂寞呀 能随意进不能随意出啊 关键是他能随意进里头 却不选择在外头打人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 阿莱格纳一打二 其他人在外面采访 老姐们 让他曝光所有事 这得是多少金门 才能让大脑铲出这种剧情啊 恢复了信号 他们也不喊白瑞了 这一集就是得分头行动 几个回合后 阿莱格纳被打击眼了 惊奇错短 重新上线 但这个状态 也就维持了十几秒 这是究极光辉 赛罗真人版啊 那一周的直播也完成了 公开处刑了两女 阿莱格纳反手来了一句 你们还不快逃啊 再敢杀害我们 就得全世界曝光 然后人家就走了 巴黎圣母院修复完 要是没有阿莱格纳的雕像 那我都不服 警察来了之后 告诉他们 局里发布了通缉令 那两个狗贼 一个都被想跑 但凡早来一会儿 你们就能把阿莱格纳 当同伙抓了呀 这报道同时 两千万人观看 还是凌晨的直播 艾瑞斯这流量 细思极恐啊 阴阳女也不阴阳了 当场好姐妹啊 早说你有常能力 我就不当喷子了 阿莱格纳还是没计较 毕竟有他的雕像 最后他们和白瑞 说明了经过 且来了拨商业护铁 随即收到了凯瑟琳的留言 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沉淀内心 虽然还生着白瑞的气 但他不说 直接就是一手 无限机退休啊 可以好好生娃去了 这一集我愣是没看懂 要干什么呀 总结一点就是 阿莱格纳与白瑞 工举人们 阿莱格纳还就是 那个圣母玛利亚 属于那种 你把我杀了 我也会原谅你的存在呀 惊奇短错形态 还是被动出发 好比初号机 不抱走不会玩 尤其是最近剧组 管用的达皮开场法 换成西斯科 那倒是没啥毛病啊 但切斯特多少有点出息 逆闪直接瓦了 沦落成了白瑞的私人百度 门口的超级英雄 甩着垃圾话嘲讽里头的反派 里头的反派 从淡定到破坊 再到淡定 这动作指导是不是谜语人 关于米娜要知道的事 在十一期的结尾处 各位不要去黑眼园 圆珠里的米娜 就是这肤色 不像其他角色强行魔改 这一集要说有什么小伏笔 我认为是米娜和逆闪的关系 漫画里 米娜的速度 属于是神速力 和逆神速的结合 属于一个新的存在 我们就叫大家复闪一下 这作用不就来了吗 逆闪恢复速度 那指日可待 至少给了他 重新变成急速者的机会 当然若是剧组没这个打算 那当我没说 我是瓜皮 下期见